我们经过在这个项目的年轻的运动员 你觉得现在的年轻的运动员的成长和速度是不是还不够快 没有 我年轻的运动员成长速度很快了 我们已经很快了 因为你也看到了昨天 可能是我的那两位队友没有发挥好 没有能够出色的表现 可能出现在一些失误没能站在进入决赛 但我相信接下来他们会非常非常有能力的 因为大家都通过世界杯的表现 能看出我们两个队友的表现 所以说对于我们中国小一辈的运动员进展的还是很快 因为通过这几年的积累的经验呢 所以说对我们小的运动员下面的运动员 还是非常非常的有一个更好更快的一个训练的提升 和更快的更高的一个水平能力的提升 像是徐梦桃也是跟你一起训练了非常多的时间 你都是这种老将 徐梦桃跟你一起训练了非常多的时间 我今天您说的这个情况 就是你们经历了非常多的好的时候也坏的时候 就是您希望到很多年以后 你自己回想起这样一些经历 或者说给你的孩子们去讲述这段经历的时候 你希望只以怎样的一种方式去讲自己的这种漫长的运动生涯 这个还是真的 有些时候这种东西很难去用语言来去形容这种东西 所以说包括以后我和我孩子我会在我经历当中 包括遇见苦啊难的我在我经历当中我会去引导他 有些东西是必须得经历的 有些东西虽然运动员每个运动员都很苦 但是这种苦能够站在奥运会的舞台是这种值得的 能够站在奥运会的舞台上就是对于个人这种运动生涯 运动能力的一种表现一种认可 因为奥运会的舞台很大 所以说每一位站在包括今天每一位站在奥运会的舞台上 包括没有进决下的人都很不容易真的真的 尤其我们这个项目偶然性又非常大 所以说都真的真的很不容易 当你这个最后一跳很遗憾的失误的时候 我看到这些非常多观众 我这体力也非常多的涨出 你看到这种你这段心情是怎样的 很真的很欣慰吧 虽然我没有跳成舞 包括现场来这么多观众我也好 我的队友也好给我一个很大的安慰 对我个人来说是 那种心情真的很难用语言来形容 可能那一瞬间 可能这四年努力 这四年的训练和备战已经结束了 真的 我的四年已经结束了 那一瞬间大家可能是对我的认可 包括从训练当中 对我的这种期待也好 我很感谢大家 我很感谢每一位能够今天能来个现场 能够光靠我们比赛的这些人 也包括你们真的很辛苦 也确实是 虽然我失败了 大家还能够掌声 也是对我一种心理上的安慰 也是大家对我的认可 虽然没有能够发挥的更好 所以说还是很感谢每一位 到现场给我鼓掌的朋友 真的很感谢 谢谢谢谢 在那个 在机关舞跳最后一道之前 你们俩有什么交流吗 有互相鼓励啊 互相鼓励 也好伤病也好 其实伤病很正常 通过年龄也好 可能是经济状态啊 可能会变化还是很大 真的变化 这四年只有我和广浦 两人知道这四年到底有没有多么多不如 真的这四年任何人也 体会不到我们这四年当中发生了 由于也是疫情 确实是我们的训练也很艰难 但是呢 能够完成每天的训练课 国家也给我们的复苏 确实是感到很无幸 能够在这个备战当中和一个疫情当中 能够没有一天是浪费 所以说这四年真的很不容易